我結婚前的半個月 我才第一次去試我的結婚衣服 我真的超廢的 我覺得我人生唯一的建築就是認識了這群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Liz 為什麼我這麼心虛呢 就是因為今天我想認很多朋友的問題 還有好奇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怎樣籌備我這個很小型 亦都非常last minute的結婚 我這個講的對比起準身糧或者結婚的朋友來說 一定是超級雞毛酸皮 因為我自己的婚禮 都是在婚禮兩個半月之前才決定會搞 比起很多準身糧 可能早年半早一年已經開始準備 已經開始將羅 我是非常非常last minute的 但是即使我這麼底線 都是結婚的 都是那天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所以這條片就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麼底線的婚禮 究竟是怎樣搞出來的呢 我自己要先認一認衰仔 因為這個婚禮 我跟小巴西本應該是最全權負責的兩個人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經常都不是香港 再加上小巴西也不負責任 和根本不在乎任何細節的性格 其實是有一部分的溝通 和找不同的團隊幫忙 是我幾個在香港很好的朋友 幫我將來的 而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很著緊婚禮的每一個細節 第一件事開始將羅 而且真的要盡早確認的就是場地 確認場地其實你要知道 究竟你心目中的婚禮 你會邀請多少人 它的規模是怎樣 或者你有什麼元素是喜歡的 我跟小巴西的婚禮 是真的算是很小的 但是總共的婚禮的人數 就不超過50個 全是一個蚊型的婚禮 那我跟小巴西在這裡聊 究竟希望場地是怎樣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很不約而同 說了兩件事 一就是我們希望是少少戶外的 就是不是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面的 而小巴西特別有提到 她是很喜歡香港的Skyline 我們找了純粹幾間出名的 然後就拿好價 然後就給價 然後再去看看場地的照片等等 去到後來就因為一個淵源 我就選了我這次舉行婚禮的場地 就是Hotel Vic 現在改了名字 叫做Higher Century Victoria Harbour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在8月份好像出過一段影片 就說 哎呦我回香港 打算預約一晚酒店 怎知道預約了4萬 那就是那一間 其實回想起來也是緣分來的 我想這個場地在我們選項 pop up了一兩天之後 我們就真的下決定 不如就在這裡搞吧 這間酒店 我們就用到兩個場地 一個就是他們的Upper Farm Upper Farm就是我和小巴西整婚的地方 是看到天 看到海 但是也有些草皮的場地 所以是很適合我和小巴西本身的設想 而那個地方 其實都真的只適合去放一些很intimate 就是很細形的整婚或者行禮的儀式而已 唯一的就是因為戶外和近海 很大風 我margin那時候我吃了兩噸風 margin去到那個定位 你就要轉身 然後開始拍照 好像很漂亮的樣子 但是我的頭髮是黏著我的眼睫毛 鼻子 唇膏 你不停地疏你 不停地優雅地整理你自己 我覺得這個情況也挺有趣的 另一個我們用到的場地 就是Cocktail和Lunch的部分 就用了它23樓的Cruise 它是一個比較高的樓層 都是看到海景的一個餐廳 它有室外的區域 也有室內的sitting 不過by the way 我真的覺得香港結婚 找場地這件事很貴 然後問回香港結婚的朋友 說是這樣的 香港結婚是貴的 場地決定了之後 就去到場地的佈置了 說真的 場地的佈置 我慚愧 我的involvement在接近你 我只是說 我想這次的結婚是藍色和白色 就是這麼多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這方面 就是你需要一些專業的團隊 去幫你完成的一些project 你都要給一些信任 給團隊的專業 那出來真的沒有令我失望的 雖然結婚那天我真的很忙很忙 我沒有很多時間去看 decoration的一些細節 不過我看到場地整體出來的氛圍 還有我後來看回一些照片和片段 是的確做得很好的 那在確定了場地的一些細節 其實時間又很快地流動到結婚前的半個月 那在那個時間是怎樣呢 我才第一次去試我的wedding dress 我現在想起這件事我覺得自己很瘋了 但是 是可能的 那total呢 我試了4-5條 在4-5條裏面呢 我就選了兩條 就是我後來在wedding穿那兩條 我第一條試的裙子呢 就是我march in 就是我拖著我爸爸 走入整婚場地的那條裙子 那條裙子其實試上身 但是我一開始看到 我覺得 哇 要不要那麼閃 還有 不知道自己的氣質 會不會搭到這種那麼閃亮的裙子 我想帶出的就是 在你試裙子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然後很猶疑很籌疇的時候 一定要帶你身邊兩三個好朋友一起去 還有每試完一條裙子叫他們幫你拍照 那你可以在拍照裡面看到 究竟你是個什麼得性呢 那時候我試了第一條裙子 基本上三個朋友都說是好看的 那第二條我選的裙子 即是lunch那時候穿的裙子 就是我的朋友幫我選的 他是一個男生來的 那他就在我衣架裡默默拿了一件下來 然後就默默走到我身邊說 你試試這條我覺得挺好看的嘛 試完之後呢 所有朋友都覺得是那一條那一條很搭我的個性 也都不太formal 其實我個人就是不想穿到太formal 不想整個公主這樣走出來 眼裡的大家可能看到我結婚那天 沒有什麼accessory 真的沒有戴頸鏈沒有什麼 其實我就是戴了一對家人送的耳環 至於是吧 都是他來到香港之後呢 我們才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記得我們是10月30號回香港 5號結婚 所以在31號呢 我們就去了選西裝了 所以一天之間就選了西裝了 我記得是半個小時以內 決定了的事來的 是超級快的 化妝師我好像在結婚的前一個月左右呢 決定了啦 也都去了試妝啦 我覺得結婚的妝呢 要好提回你自己想在 即是你結婚拍的那張照片 或者那條片裡面呈現一個怎樣的效果 我自己對自己結婚那天妝容的設想呢 就是我希望可以試自己 結婚禮化妝其實是一件很專業的東西來的 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有很多變化可以玩 所有的東西呢 我都是重選的 譬如是髮型 我今天的髮型還在結婚的髮型 還有你有些髮型 你又想結婚那天 用回自己的髮型的話呢 儘管跟化妝師說 我結婚那天呢 是用回自己的粉底 是用自己的唇膏 我很記得那天的妝是真的挺淡的 沒有黏雙眼皮膠紙 沒有黏雀眼睫毛 眼影再掃兩下 我就說不要掃啦 夠啦夠啦 出來的妝我也很喜歡 因為真的像自己平時的樣子 始終都是見自己最親的朋友 家人 而化妝師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幫你撿樓 譬如你穿V領 要幫你貼心口膠紙 你哭完之後要幫你補妝 要幫你遮瑕 或者你穿裙上有什麼阻礙 其實都是它會出手幫你去解救你 我對我的化妝師 還有整體化妝師這個行業 是很大的尊重 下一個範疇就去到拍照攝影的團隊 攝影的團隊 我現在回想一下 我真的覺得是整個結婚最最重要的其中一個元素 因為其實在結婚那天 結婚那兩個基本上是很忙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去留意你身邊的周圍 或者真的細心去欣賞每一個細節 攝影團隊就可以真的幫你掌握 不單止你婚禮的一些硬件 更加重要他們可以掌握 你來的朋友 來的家人 他們的反應 我是結婚那幾天收到其中一部份的照片之後 我看到 哇 身邊的朋友原來 有些在哭著 然後有些很開心 是很感動 不是都令我對這個婚禮 我感觸更加深的一個提醒 那我今次的Videographer團隊 我想在行裡算是很出名的一間 那我身邊有幾個有經驗的朋友 都說他們是很出名的 他們的作品很漂亮的 也都真的可以掌握到很多很珍貴的時刻 也都很幸運 他說我結婚那天竟然有期 如果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話 其實我應該是早點回來香港 或者用任何的方式 要跟攝影師的團隊 先開了會談好了rundown 因為我們wedding的rundown 是結婚前兩天才第一次談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他們的耐性 我很感謝他們的專業 我也很感謝他們包容我 一個這麼沒有常識的人 好啦 Candy Corner 那這次我們wedding的Candy Corner 是我的best friend的朋友去做的 他們朋友之間溝通容易一點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參與 在Candy Corner 究竟要怎樣做 Candy Corner的同一張桌子上面 就有放到我們今次的結婚蛋糕了 wedding cake 找哪一個 我也是我的best friend 推薦我 我真的超廢的 我覺得我人生唯一的建築 就是認識了這群好朋友 我記得那天我朋友就傳了 這個做蛋糕artist的IG給我看 我看了照片之後 我就真的義無反顧 按follow下去 真的是一個很有藝術細胞的蛋糕師 你看到它的配色 花的配搭等等 都做得很tasteful 都做得很美的 我們就order了一個兩層的蛋糕 我想不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的客人也不是那麼多人 訂得比較大一點 反而會浪費了一些食物 但很遺憾的是 那天wedding我沒有時間 吃到那件蛋糕 anyway 我也很滿意蛋糕這一環 整個wedding完了之後 我們都有準備一套禮物 給回來的朋友和家人 就有我和薛巴西的名字 custommade的一個盒子 那裡面的內容物就是 一個髮型用品 和朱古力 那裡面都還有一張 我和薛巴西的名相片的東西 就是有寫那天wedding的時間 然後有寫一些thank you remark 後來聽回不同的朋友反應 他們都挺喜歡那個wedding gift的 prewedding的照片 我就拍了兩次的prewedding 其實兩次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因為拍prewedding的crew 每一次都是非常好人 非常敬業的 出道來的成分都很好 但是拍就不需要說拍而拍 不用說別人拍五輯 我要拍五輯 主要都是回到當時的一個狀態 和在真的有意義的地方拍 韓國是我和薛巴西認識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頂分 那第二輯就是和我們的狗仔 敏對一起拍 都是真的對我們來說 很有意義 是很好的回憶 所以大家選拍prewedding的時候 可以多想一些 這輯照片背後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這輯照片 除了在你的wedding上 可能放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被人揭揭 回顧得最多的人 一定是你和你的伴侶 我和薛巴西去到現在 都真的看回照片 都覺得很開心 婚禮前那一天 我去了整紙甲 白色漸變 然後有一點金色的金屬石 我都很慶幸 我那天有朋友這麼好心 迫我去做 因為有些照片 譬如拍戒指 拿個花球等等 都真的會有時拍到一隻手的 所以都很建議 所有的準薪糧 婚禮前 但你不要學我 婚禮前一天才去做 可能一個星期 一個半星期 就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紙色的 白色的 或者粉色的一個指甲 分禮那天拍照的和諧 就會再好一點 最後一個 小心得 就是我很強烈建議大家 去寫下你的 Thank You Remark 我結婚之前 其實想開始寫這個 Remark 想了很久的 但是每一次寫幾行 那些眼淚又流流 在結婚前那一晚 我就真的逼自己 保持冷靜 寫下所有我想 多謝的人 其實那一天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聚首在同一個空間 是一個很難得的事 而你也沒什麼機會 可以這麼真情流露 跟他們說 你究竟有多愛 或者多謝他們 所以一些多謝的話 我真的覺得 在這個場合說 是必具意義 所以我很怕自己全程哭了 或者說話一塊塊 出來雖然我都哭了 但是也算 說了我想說的東西 對 我想今次我的婚禮 心得就是這麼多 甚至不確定 有沒有任何一件事 是值得大家參考 所以總括來說 如果你問我這個婚禮 有沒有後悔 去搞和我一開始 在設施上有沒有分別呢 好老實說是有分別的 但是後不後悔呢 一千一萬個不後悔 如果你不打算搞婚禮 都給自己一個第二道 其實現在搞婚禮 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也有很多不同的規模 變成沒有以前 又要擺酒 又出門性 這樣很死板的一系列流程 實際一點看 今次搞婚禮 我和小花生 總之出 我們是沒有認真計的 我想六位的數字一定有的 但我們兩個都覺得是 money well spent 如果你對我們這個 迷你蚊營婚禮 有任何其他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的comment box 問我 我儘量回答 那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告訴我還沒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到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再見